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原来立在咸阳三元县的林前乡的张怀克的墓前 于1980年入藏西安碑林 这方碑石的主人是张怀克 他是在唐玄宗开远年间的名将 以智勇双拳文明于当时 曾在对突厥吐蕃的战斗中屡历其功 张怀克的七个儿子也都是当时的名将 在唐宿宗时以其子张熙让之功 追证张怀克为太常卿公布尚书 颜真卿应镇守长安北大门的夫访节度使张熙让的邀请 为其父亲所立的墓碑 碑文的书法宽薄尽巧 缓散力重 属于颜真卿书法艺术风格形成过程中的代表作品 在西安碑林馆藏的七方颜真卿的书法作品中 目前只有一方没有对外展出 他就是福封郡王马林星庙碑 又因为碑石残断 所以也被称为马林残碑 这方碑石书写于大力十四年公元七百七十九年六月 由陈浩撰文 唐朝历书名家韩哲目的长子韩秀氏历书提额 七十一岁的历部尚书 颜真卿为刚刚过世的唐代忠兴猛将福封郡王马林的家庙所立的碑石 马林 宝鸡福封人 在唐宿宗代宗时曾历任御史大夫 镇西节度使 大力年间封为福封郡王 后赠司徒 碑石最早记录于欧阳修的几古路 后来不知所踪 直到清光绪十七年的一八九一年才出土于西安 可惜以碎为五块蝉石 大概有四百多字 以不能剧读 一九四七年移入西安碑林 从上存的文字依然可以看出颜真卿晚年书法的《遗孕雄风》 字体雄魂博大 是掩体成熟时期的作品 我身旁的这方碑石名叫严晴礼碑 它是在一九二二年的十一月初 由时任民国陕西省省长魏队营的营长何可兴接到报告后 在翻修省长公署的地下发现了一方断成两节的石碑 而库外金石的何可兴激动不已 火处前往查看 居然就是这方颜真卿的楷书杰作《严晴礼碑》 历史上最早记载这方碑石的是 大文豪欧阳修的《几古路八尾》 和千古第一才女李星照的爱人赵明成的《金石路》 宋朝以后下落不明 有道是埋没长安近千年 幸得民国重见天 《严晴礼碑》刻于唐大历十四年 公元七百七十九年 是颜真卿七十一岁时 为其曾祖父严晴礼转并书而刻立的神道碑 三面环刻文字 碑石的正文左侧有两段提拔 上行是两段大字 下段是碑石出土后何可兴营长 邀请了当时的书画家宋伯鲁械的拔文 其中引用到了欧阳修对颜真卿的评价 颜公殊如忠诚烈士道德君子 其端庄尊重 人出介尔未知 然欲久欲可爱 颜青礼碑的书法 陈雄刚健 元气浑然 极好的保存了颜书的原貌 弥足珍贵 也成为了2007年中国邮政发行的 中国古代楷书邮票的六种之一 我身旁这方雄伟的碑石是颜世家庙碑 刻于唐建宗元年公元780年 四面环刻楷书碑文 都是颜真卿转文并书写的 碑额传书颜世家庙之碑六个大字 出自于李扬斌之首 人称比虎 被称为唐朝传书第一人 他是痴仙李白的足书 两位大家的合力之作 可谓楷传双绝 碑石原来立在颜世家族的旧居 大约就在今天的朱雀门外 在北纵时移入了西安碑林 也是成为最早入场碑林的碑石之一 颜世家庙碑是由唐宿宗李亨批准后 颜真卿为父亲颜维珍所立的家庙碑 所以非常的难得 碑文主要寄出了颜世家族及其试唤经历 其文中有《孔门达者72人,颜世有疤》 和《字鲁居于狼牙灵仪孝梯里》的记录 由此可知 颜世家族兴起于今天的山东灵仪 在历朝历代中名人辈出 官居高位 颜真卿的五代主颜之推写下了颜世家训 成为了中国古代第一家训 颜真卿在四岁的时候 由于父亲的过世 所以由他母亲英夫人传授诗文 而他的书伯颜元孙启蒙了他的书法 家学的传承和自身的刻苦勤奋 为颜真卿在书法艺术的道路上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安史之乱时 身为平原郡郡守的颜真卿和堂哥颜稿卿 在北方率先起兵对抗叛军 而身为常山太守的颜稿卿 与军民死守常山 忠阴寡不敌众 呈献被俘 颜稿卿唾口大骂逆贼安禄山 被恼羞成怒的安禄山割去了舌头 但骂声依旧不止 随后他被肢解而终 这就是著名的常山蛇典故的由来 28年后的星元元年 也就是公元的784年 年事已高的颜真卿 被奸向卢旗所害 派往汝州去劝降叛将李希列 然而李希列却要求颜真卿忠于他 并软硬兼施 颜真卿凛 领然巨贼 英勇不屈 终以身殉国 这方碑石成为颜真卿 留给后人的最后一方碑石 其书法比试开阔 着朴厚重 形成了阳刚正大的掩体 向我们展现了大唐盛世的 辉弘气象 也为我们完美的诠释了 自如其人的精神内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